这虽然是一场简单的家庭宴会,但却充满了顶层社会明流,名人夫人们在互相寒暄拉近关系,财罚丈夫们在举杯碰面扩张商业倒扑,然而下一年,众人一刹那全都安静了下来,惊奇地朝着同一个方向看去。 女人闯进了前夫和现任举办的家庭酒会。 这时前夫从楼梯上走下来,黑着脸对女人说,你终究还是来了,女人淡定地表示,我是来找儿子的,你不就是想让我来看到这些吗? 前夫不屑一笑,女人不管不顾地向里面走,被前夫一下拦住,说等宴会结束后我把儿子给你送过去,女人执意不敢,正在双方僵持不下时,前夫的现任高千金赶了过来,轻描淡写地对女人说,宴会只有被邀请的人才可以参加,可并没有邀请你请立即离开。 女人不紧不慢地从膏里掏出情景,淡定地看着前夫说, 这个,你也不能把眼睛都。 众人都被红格发亮的情景吸引了,高千金去的脸都立了失望地看向男人,女人说我要不是因为来找儿子,还不心寒来,随即走向了二楼,留下二人甘尬的原地处置,众人的注视下高千金又把脾气憋了回去,女人到达二楼后,一不小心走到了主卧,这里的装修风格和板上,不由地让她心坨一震, 这里所有的一切都和自己家一样,就连结婚照风格和空也是一样的,然而更让她震惊的是,衣帽间里睡衣包包的摆设和款式,书妆台上护肤品化妆品的品牌和排列,竟也和自己家丝毫不差,这时前夫上楼来找女人,刚好在主卧撞见女人。 女人直接讨论,前夫恶心的不计一想,然后步步紧逼的对女人说,我现在和我的妻子过得很幸福,甚至都想不起来你的存在,女人回击前夫说,你偷偷给我寄勤俭和她儿子的合影,加上现在让我看到这一切,不就是为了刺激我吗? 前夫无言以论,随即下了足克令,很快宴会的高潮来了,男人双手紧握高千金的手,深情的接吻,看到此情私情女人黯然视色,回想曾经早已误使人非,她尴尬地准备离开宴会,却一下被高千金喊住,众人看向以为,高千金煞有些事地说,谢谢你能来参加我们夫妻的宴会,既然来了就送给我们一些祝福吧,希望以后我们能和平共处,在众物葵葵之下。 女人瞬间不知所措,她唯有离开才能缓解被占有绿巨碎的心,突然后看到儿子便大喊她,不料儿子竟冷漠地从她身边走过,与此同时,别墅中响起了熟悉的音乐,宴会中前夫和现任甜蜜的依偎在一起,极句讽刺的是,这首歌正是前夫向女人说的。